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样的赛制也让今年的好声音格外好看 相较于前几年 今年的好声音进步了 虽然节目才播出四期 但是四大战队现在都已经满园 后面的学员不仅要面临着导师转身的压力 还要面临导师转身后随即进行的抢位战的压力 双重压力是下阳 今年的好声音的赛况尤其刺激 截止到第四期 每个战队的种子选手都已经出炉 来看看都是哪些学员呢 一 礼剑战队 目前礼剑战队的阵容是高瑞 马丁娜 苏伟 单依纯 宋宇宁 其中最具有实力的肯定是单依纯和宋宇宁 但是在这两位学员当中选一个的话 十有八九是单依纯 单依纯是目前好声音2020所有学员中热度最高 夺冠呼声最高的一个 他在盲雪的时候唱的《永不失联的爱》 已经火遍了各大音乐平台 从长相上看呢 单依纯跟全志贤有几分相似 再看他的名字 去到中间的一就变成了单唇 配上他那单纯的脸啊 妥妥的冠军相 二 谢霆锋战队 目前谢霆锋战队的阵容是傅信尧 贾义腾 妙苏 匹诺曹 人声 乐团 齐心 网传妙苏在抢卫战当中会被后面的学员PK掉 好声音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乐队独冠的情况 所以皮诺曹没有机会 齐心在抢卫战中PK王天阳本来呢是存在争议的 想必呢也不可能笑到最后 最后呢只剩傅信尧和贾义腾了 若选择艺人的话可能是贾义腾 因为贾义腾是原创学员 拿取的时候一首《走》 惊艳四座 是目前好声音 所有学员都演唱的歌曲当中播放量最高的一首歌曲 至于傅信尧呢 如果后期没有原创作品的话 可能很难成为谢霆锋战队的种子选手 三 李荣耗战队 目前李荣耗战队的阵容是 斑马森林 陈墨涵 陈欣 马兴怡 颜文君 感觉啊李荣耗战队的学员热度都不高 斑马森林一出场就惊艳全场 连续唱了三首歌曲才晋级到李荣耗的战队 李荣耗对斑马森林有多喜欢大家都明白 但正如前面所说 乐队成为冠军的希望不大 其余四位选手要说马兴怡呢 稍微还惊艳点 另外一个陈欣是目前晋级学员当中 唯一一个四转学员 另一个四转学员龙女和飞象已经被淘汰 我大胆预测啊 李荣耗的性格可能会捧斑马森林 四 李雨春战队 目前李雨春战队的阵容是马路 潘红 钱江涛 王天琪 赵紫叶 赵紫叶和马路虽然是具有超强的创作能力 但是两个人是回锅肉选手 参加了不少选秀比赛 不大可能会成为冠军 王天琪中规中矩 希望不大 潘红热度不高 估计也悬 唯独钱江涛颜值唱功都在线 而且还有原创作品 但李雨春非常惊喜啊 钱江涛自己都说 能拿出来唱给你们听的还有不少的原创作品 我估计啊 钱江涛会成为整个选手的机会比较大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